今天是廈門快閃之旅的日期 昨天就去了兩個不同地方 今天星期日我們就來了鼓浪序 其實現在已經12點了 折騰了一個早上 為什麼我說折騰呢? 星期日這個搭船過來確實真是萬人通巷 但剛才的影片都看到了 基本上人是塞到滿 我就第一次來 就不夠膽說到底這樣失法是值得不值得 過來這裡我相信都是逛逛不同的景點 博物館遺跡之旅 以及去吃東西的 等我看了吃了之後 晚一點再跟大家說一說 到底萬人通巷這個這麼辛苦的船程值不值呢? 還是大家來得應該緊 這個星期日會比較舒服一點 走個圈再看看 剛才一路走過來 就看到很多舊街什麼都沒有 真是舊的住宅 突然轉個彎 我想都真的來到一些遊客少少的地方了 無緣無故繁華了很多 有很多不同的小店 有貓 很快就在古浪咀這個旅遊區 找到一個吃lunch的地方 就是在鏡頭後面 一間叫做王氏小廚的 都是吃一些傳統的廈門的東西 例如沙茶麵 有些牛腩麵 沙魚丸那些這樣的東西 現在我們就會進去叫食物 告訴大家這一間 王氏小廚旅遊區裡面的東西好不好吃 好 王氏小廚 只可以說是沒有特別 遊客區一間餐廳 不特別難吃 不特別好吃 但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這一間餐廳裡面是沒有飲料的 雖然它容許外面你賣了飲料進去 但是我又覺得你會有點不方便 但是都是那一句的 不過不失 沒有特別 也都沒有中伏 來到這裡 古浪趣吃不吃這一間 就看看大家自己找不找到位 還是不想找 因為相對來說它都坐得舒服的 只不過一間餐廳沒什麼特別而已 吃完東西再看看有什麼其他東西玩 開菜 我一直以為這東西是叫港仔片 我這裡看到的招牌就是片仔講體驗館菜 繼續在遊客區那邊 我覺得這裡的建築有點像一些歐式的建築物 都幾特別 還有這裡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 下來這邊分散了呢 剛才船來的時候很痛苦地逼人 但是現在來到這裡又覺得好像沒什麼印 都OK 這個人 這個 看到印就會走過去印 但是這間店 這間店是昨天已經見過 當然不是古浪醉這裡 但是就看看 是不是一樣的 先印出來 一樣的 縮開手 不要有意圖遮掩 不然是漂亮一點 深色一點 這是有影響問題而已 應該是 低筆仔 這個人呢 的雜油呢 即是店鋪賣什麼 他不要緊要 最重要是吸好印 這個挺漂亮的 有脂焗的 真的可以記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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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寫信是這樣的呢 有這個 有眼 有嘴的店鋪 昨天在沙坡沒吃過 今天這裡也有 看已經衝進去買了 不過這裡那個 這裡那個西瓜青茶 真的挺好喝的 金本大老婆 是這個 是這個廈門仔 草印 麻煩你下次去日本 你帶這碗布 好嗎 好 這個 這麼快就去到 這個是日光岩 就是國家級5A的景點 不去日光岩 不算到廈門 下面不停寫 不知道 樓梯啊 好辛苦啊 我在高處等著你 老闆 在等著你 在等著你 哪裡是日光 這裡就是 這裡就是 什麼事選擇 因為入場券要錢 不是 不是 因為我們都不去 不想去救護站 你這麼快要去救護站嗎 那為什麼這個 連轉場都沒有 上面這個日光岩 一張照片 一段片都沒有 因為真的很貴 因為真的很貴 50元人民費 上去看一看景 然後我們七個人 即是350元 住一晚酒店都不用300多元 所以還是去一些便宜的 我們去選一些 現在選一些便宜的 我們去選一些便宜的景點 超便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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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入了第一個景點 我們比較便宜的 黑字博物館 5元還有冷氣 剛才50元 還要曬 我覺得這裡好玩一點 超便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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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轉完一個圈 就告訴大家 完了 冷氣在這裡 我決定站在這裡 還有那邊 5元不是只有這麼少東西 畢竟是5元 這邊比較涼 完全不知射的 好 這很遙遠 遙遠是燈 可以看到很遙遠的這裡 對 對 這裡 就是我們剛才很小便宜 不肯付錢 這個50元 日光衙 很多人排到上海外 剛才我們討論過 你付50元 就是上去看下來 你不付錢就在下面看上去 這集給了50元的人 所以我覺得 跑到這麼高 不給50元都是名字的 真的想不到 在古狼序都看到這些東西 但我真的覺得有點問題 首先第一樣 為什麼有兩個Ironman 第二樣就是 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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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臉青口唇白 什麼 變形俠衣 正常一點 一向都是變色的 美國隊長又不知道在做什麼 盾牌又花了 什麼 盾牌好像是爵士 Too bad 大佬 大佬 嘩 走了 多久啊 我們走了 整個鐘 古浪石 古浪石 走了整個鐘 就是為了這個古浪石 可見 既然這座古浪石 總算都會看到一些值得一拍的東西 至少也有個花園 而且花園內真的有些 那些花挺漂亮的 認真 去看看 還有一個這麼大的一片花園 都可以的 還有工作人員在走東西 好了 走了一整天之後 我們在古浪醉最後一集 就是先吃晚飯 當然就是我身後這間六年私廚 除了我們進去之外 剛剛也看到有些可能本地的遊客 可能廈門市或者其他地方過來 都走了進去吃 既然有人這樣故意冒名而來 相信食物一定不會太差 試一試 告訴大家 是否真的不差 還是名過於殺 這個六年私廚 我們叫了八樣東西 果然是名不開傳的 它這裏並不是說 它有出名很多人來吃 然後這些東西做得很差 它確實每一樣東西都好吃 無論我們叫了一個紫蘇的青瓜 一個辣的雞 一個炸的魷魚 加上一些碎的菜粒 例如是粟米 紅蘿蔔 每一樣東西都好吃 所以它蒸的小黃魚 也都非常之滑 所以我覺得非常之好 如果大家離開廈門 離開古浪醉 絕對需要來這間六年私房 這間私房菜道士 我會放一些資料 你說說回古浪醉本身 回到今早說過的事情 那程船周居勞頓 是迫有熱 值得嗎 原本看了景點 我是覺得 都不是很值得 但剛剛跟朋友都談了這個問題 大家都說 一直去到吃飯之前 都覺得不值得 但是吃完餐飯之後 又覺得整件事扭轉了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一行七人 對六年私房這間餐廳的 食物水準的評價 去到什麼程度 大家也挺享受 講到這裡 廈門之旅 四日三夜的行程 就差不多了 喜歡這個系列 喜歡這條影片 就給個讚我 分享給你朋友看 如果你也有來過廈門 不妨在下面留言 我都想看你來這邊 做了什麼 最重要當然是訂閱我 訂閱之後 按旁邊的小鈴鐺 一有新片出來 立即收到通知 今天這條影片說了那麼多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